哈囉大家好,歡迎回到星期三拯救計畫之博客來了 我是星期日拯救計畫的二日 今天不得了了 我們要來一起磨一磨2022年日本文房巨屋大賞 這應該是文具扣每一年都會有點好奇說 喔,今年是哪一個人得獎了呢? 而且這個文具大賞都是由日本連鎖文具的品牌 下面的從業人員一起集體票選出來 他們覺得最能代表那個年度的文具們 可以看到旁邊這個歪哥起插的這些小標籤 都是阿伯的小編貼的 但今天因為時間關係 所以我們精選出八個項目的第一名 來跟大家分享,我們趕緊往下面看吧 首先,彩色筆類第一名 正是Zebra的SALASA NANO系列 它是一個新系列 主打的就是它上面寫的3 它只有0.3,極細啊 通常我們對於極細的筆 可能會有一個印象就覺得它們容易卡墨水嘛 寫在紙上會卡卡的 我們先把它拿來跟SALASA的復古色筆 你會發現,喔!筆尖部分不太一樣喔 它是金屬筆尖 所以它整體來說 拿起來的手感是有一定的重量的 實際寫起來 我要跟大家說一個 因為我其實是一個字很大的人 我很少弄細筆寫東西 但我這次用這個NANO系列 我真的有點被嚇到 因為它的出沒真的很滑順耶 有點一改我對於細筆的這個小陰霾 筆的頂端的部分呢 聽說是因為加了彈簧的關係 所以它可以很大幅度的減少震動 我寫起來是真的覺得 喔!不錯喔! 既然都拿這個本子了 我們就直接進入筆記本獎第一名 正是我手上這本口哭有出的 SOFA系列 這個名字有沒有一聽就覺得很SOFT呢? 然後你們看它的外表 是不是看起來就一部很好欺負的樣子 我想這系列筆記本會得獎 最主要的原因應該是因為 它專利開發的這個軟線圈 可以感受到它有多SOFT吧 而且平常在寫字的時候 它也感覺完全的不會卡手 在這個紙的設計上面呢 它也都有做一個小絲線 所以你們是很輕易的可以把它撕下來的 再來是你們看封面 有一個這個小口 你不就可以隨時插一個筆 就被主管找去開會了嗎? 它還有其他四種 一看就好想摸好想捏的顏色 選色障礙啊大家 緊接著剪刀獎第一名 正是Reimei出的攜帶型的剪刀 你想說嗯? 這種剪刀很常見啊 有點像筆對不對? 但它又有什麼地方不一樣呢? 你可以看到 它的這個開關一弄下去 它的招風額就跑出來了有沒有? 那你會覺得嗯?這樣有很特別嗎? 但是大家知道它的底部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開關的 我們稍微的把這個R轉到L 你會發現一個神奇的事情會發生 那正是我們開關再弄下來 你會發現它的招風額換了位置 也就是說這一把剪刀 它是可以左右開弓 左手右手都可以使用一把剪刀 完全可以符合全家人的需求 剪起來呢我真的覺得可能比起一些筆型剪刀來說 它真的有它的穩定跟力量 膠水獎第一名又是Kokuyo的Dotliner 去年第一名得獎的是它的標準型 今年是強年型 我實際上使用起來 真的我用手指去摸 我都感覺到我的手指被束縛了 它的黏著度呢高達了兩倍是新開發的 這樣子的話大家平常如果說是文件啊 或是信啊要封口的話應該都能滿安心的 領接著競爭非常激烈的Maskin Tape獎 也就是裝飾性膠帶獎 給到了Kingjin家的KIDA系列 這個KIDA一手掌握的小東西 我想應該像是個小旋風一樣吧 席捲了紙膠帶戒 這次得獎的是CLEAR系列 也就是透明系列 我實際使用發現 不但可以這樣重複的貼啊貼啊 而且它在使用上面真的還蠻有樂趣的 因為直到你把它貼在一個東西上面 你才會發現哦原來它長這個樣子啊 它的透光性呢真的還蠻有趣的 另外一款豆物系列我也覺得蠻值得擁有的 信封信職講第一名 古川子宮什麼 我想的絕對是眾望所歸啦 獲獎的是這個蘇打汽水系列 大家知道日本真的超喜歡這個冰淇淋蘇打的耶 逢出必賣 好像是早一看到這個蘇打 就會想到以前吃茶店的時光吧 我現在手上拿的呢 這個是古川子宮 春季限定的系列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可麗餅吧 大家知道 我原本以為古川子宮使用的美濃盒子呢 大概是百年的歷史吧 結果我一查才知道媽媽已經千年歷史了 是日本三大盒子之一 如果有拿過人應該就可以知道這個紙呢 真的超級溫暖的 那這個可麗餅你也不用擔心 它的角度呢都已經幫你鎖定了 要傳達心意 不過就是一個反折的事 資料夾獎第一名 給到了天井家的防水防塵 收納資料夾 其實也蠻不意外的 因為KING真的出了超多不同類型的資料夾 應該可以發現它就是把很像夾鏈帶的東西給變成了資料夾 這有什麼好處呢 一般來說我們的資料夾開口是在上面嘛對不對 但因為這是夾鏈帶型的 所以它的開口在側邊 也就是說它可以放下更多體積更大的東西 東西一放進去可謂是四面楚歌無處可逃 不用擔心它會掉出來 而且也蠻適合在下雨天的時候把它帶出去也不怕濕 或是如果把它帶去餐廳的話 也不用擔心裡面的資料會被油漬啊什麼用到 或是如果你有泡澡習慣的話 可以一邊泡澡一邊讀讀資料 最後我們來到了整晚的頒獎典禮的重頭戲 也就是No.1中的No.1 文房劇大賞 這個大賞每年都只有一個 所以你就可以獲得一個像剛剛那樣的單獨的宣傳照 今年大賞得主正是SAKURA的BOSAI ID 哇這個大賞本人有來到我們現場 說到SAKURA不知道大家會不會立刻想到 這個我們從小用到大的這種牛奶筆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次的這個小公子吧 可以從外觀上面感受到它的特別呢 是因為它是用六角形跟圓形結合起來的很特別的形狀 你把它放在桌子上面呢 它可以好好的站著挺拔 拿起來呢它也很符合你的這個握著的觸感 再來是它的瀏海 是從它的這個按壓地方到比較一體成型的 人家說JOF FASHION 那這系列的強打呢 就是它有六色的黑 寫起來我自己覺得真的很穩定耶 它的那個重心啊 然後握感啊什麼的 觸解感受都很好 說到六色黑就不得不拿來跟SALASA比一下 這個復古色的筆桿放在旁邊 你會覺得真的感覺比較學生一點 我看文具王他們在討論這些筆 為什麼能得到大賞呢 只要日幣300多塊錢的這個價位來說好了 是一組CP值超級高超多細節的筆 最後我們非常快速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之前介紹過的也有得名的像這個是彩色筆第七名 還有這個米兜裏的收納袋是包袋類的第三名 Kokuyo的這個本子獲得了筆記本類第五名 桌上行收納的第六名是之前介紹過的小黃收納盒 再來還有這個上個月才剛介紹的復古便利貼 是貼紙類的第四名 好的以上包含這本2022文房軍務大廠的雜誌 本人都可以在阿伯上面找到 大家再注意一下資訊欄還有上架的時間 也希望大家不要忘記每一次阿伯都會給我們一張50元全館可用的折扣券 記得要提出來做實用了 希望今天這個大賞大家有看得開開心心的 我自己也是錄得蠻開心的 我們就下一次的影片再見囉大家 掰掰